汕头高兴区 城际铁路一体的区域铁路枢纽 首期工程预计2024年底完成 我是12345政务服务辩明热线 发挥疫情防控总克服作用 注重解决群众反应的心理健康问题 守好心理防疫防线 京平区京东街道京敦园 启动停车场所专项整治行动 规范电动车停放秩序 消除消防安全隐患 各位观众晚上好 今天是2022年12月7号星期三 农历11月14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2月1号市政府发布公告 同意汕头高兴技术产业开发区 扩区至六合产业园 新扩区范围 东至滨海海滴 南至连阳河 西至金虹公路 北至义丰西 面积约为30平方公里 汕头高兴区总规划面积 由原来的30平方公里 扩展至60多平方公里 请看报道 今天上午 记者在六合产业园了解到 产业园起步区100亩地 标准厂房建设项目用地 正进行项目场地凭证 这也是起步区首宗挂牌出让的 待设计方案工业项目用地 标志着六合产业园开发建设 迈出新步伐 项目建成打产后 预计年产值15.6亿元 扩区之后 汕头高新区全面履行经济管理职权 六合产业园 是我是大型产业集聚区的核心区 是目前汕头产业发展最大的空间单元 明确汕头高新区 扩区是六合产业园 能够进一步理顺与行政属地之间的管理体制机制 推动园区开发建设各项工作高效运转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六合产业园是汕头市委市政府 亲力打造的重点产业园区之一 而高新区 扩区至六合产业园 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是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坚定不移走工业历史产业强势之路 构建三新两特一大产业发展新格局 集聚创新资源发展产业集群的必要之举 扩区至六合产业园之后 汕头高新区将承担起改革试点 集聚创新要素拓展平台功能的重担 为全市创新发展探索新路子 推动全市产业叠变升级 打造汕头经济走量跃升的主战场 为汕头实现新定位 新目标新任务提供强劲动力 国家高新区在国家经济创新领域 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经过二十多年发展 汕头高新区东片区现有用地 以基本开发完成 2018年9月 市委市政府决定高新区第一次扩区 西片区由原来的三平方公里 扩大范围至三十平方公里 此次扩区 高新区总规划面积 又再扩至六十多平方公里 面积翻倍动能倍增 汕头高新区 扩区是六合产业园 是破解产业用地制约的关键 为高新区乃至全市产业升级 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载体 扩区之后 汕头高新区将与城海区建立协调机制 理顺管理体制 将高新区现有的品牌 体制 人才 政策等优势 覆盖至六合产业园 加快六合产业园规划建设 汕头高新区表示 将充分发挥国家高新区的体制优势 有效破解区内企业 在高新技术 人才引进 项目资金等方面的难点读点 推动高新区做大做强 扩区之后 汕头高新区的汇气政策叠加红利 将辐射到扩区后的全部区域 覆盖高新区范围内的所有企业 为六合产业园的建设发展 注入强劲动能 围绕汕头大型产业集聚区的发展总目标 瞄准千亿级园区 百亿级项目 以新一代电子信息 新材料 新能源 智能产业 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为重点 开展招商引资工作 加快推进与深圳 共建深善六合产业合作区 在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中 尽好高新区的责任 体现高新区的担当 展示高新区的作为 汕头高新区从1992年筹办 1993年经省政府批准为省级高新区 2017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 升级为国家高新区 到现在 扩区道六合产业园 刚好走过30年 这30年的时间里 汕头高新区历经了拓土开荒 升级扩区立法改革等 一系列里程碑式发展 又再次迎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 重要机遇与使命 如今的高新区 不仅体量成倍增长 更是承担着改革试点 极具创新要素 拓展平台功能的重担 从全国高新区发展实践看 扩区已成为高新区 做强做大的必由之路 因此我们也有理由相信 整合了东片区西片区 及六合片区资源的汕头高新区 随着发展空间的进一步扩大 政策红利的叠加辐射 必将释放新动能 提升内生动力 为汕头坚定走好工业力士 产业强势之路 实现高质量发展 提供更大的可能 被受关注的汕汕铁路汕头站 及站区工程近日完成招标 全面铺开建设 首期工程预计2024年底完成 作为沿海高铁新通道建设重要节点 升级建设的汕头高铁站 将成为汇聚高速 朴素 乘际铁路于一体的区域铁路枢纽 新建的汕头站及站区工程 建成后 站台总规模 将从现在的两台四线 增至11台24线 自东向西分别为 汕汕高速车厂4台9线 广媒汕朴素车厂4台10线 以及越东乘际厂3台5线 设计最大行车时速350公里 站房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 按照海上思路 特区腾飞 潮头永利 逐浪汕头的设计理念 塑造具有潮汕地域特色的新时代客栈 主体工程包括高价后车厅 南北两侧高价洛克平台和匝道 地面轨道站台 地下城市通廊及停车空间等 已经建成的轨道交通预留空间 呈东西向下穿站房 汕头站及站区工程 体量大 跨度长 结构类型复杂 工程分两期实施 首席工程已于11月底启动 包括既有火车站以东范围的站房和站区工程施工 以及建设扇扇扇高速车厂4台9线 广媒扇朴素车厂3台8线 我们计划春节期间投入1400余民建设者坚守岗位 全力投入到站房装机和基础底板施工 站房一期工程主要是新建东站房和高价站房 在2024年11月投入使用后 将对既有站房和既有线路进行部分的拆除改造 形成二期的西站房和高价站房 整体工程将于2027年5月投入运营 工程完成后 汕头站将接入汕汕铁路、汕张铁路等高速铁路 以及越东城际轨道交通 并与多种城市交通无缝衔接 打造越东地区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 按照设计方案 在以汕头站为中心3.5平方公里高铁核心区内 将打造东西驱动的城市立体慢行平台 站房地下城市通廊贯通东西广场 形成双层互联站成一体的枢纽商务区 将轨道交通站点的带动作用 扩展到整个片区以及城市 形成城中有站站中有城的城市综合枢纽片区 汕头站建成后将汇聚高铁、普铁、沉寂铁路于一体 使越东地区最大的区域铁路枢纽 汕头站建成后带动作用可扩展到整个片区和城市 今天上午是社区矫正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市委成委、政法委书记 是社区矫正委员会主任黄果出席会议并讲话 副市长是社区矫正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黄海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 全市各级社匠机构、市社区矫正委员会各成员单位 要进一步健全机制、增强合力、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要守牢底线红线、确保安全稳定 实施精准社匠、提高矫正质量 适应性帮扶社匠人员回归社会 要进一步推进社区矫正机构队伍和信息化建设 在更宽领域、更深横次、更高水平上 开启我市社区矫正工作、发展新征程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 金品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主办的 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活动 走进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活动中,市新时代文明宣讲志愿服务亲戚队宣讲员 结合我是工业力士产业强势总体部署 向企业的党员和职工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通过今天的学习活动 让我对二十大精神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更加坚定了我们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的信心与决心 作为一名在企业工作的党员 更要在工作中发挥新风谋放作用 在机遇面前主动出击 在困难面前隐纳而上 在风险面前积极应对 为企业发展 为上头式的工业力士产业强势 贡献一份力量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容易让人产生焦虑的情绪 而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优化 防控工作进入新阶段新常态 新的心理问题又随之而来 为此我是12345政务服务辩明热线 继续发挥疫情防控总克服的作用 除接触和协调解决 企业群众反应的设议事项 也更注重解决群众反应的 心理健康问题 守好心理防疫防线 近期反善人员中有不少大学生 目前个别在集中隔离点 隔离的大学生出现了焦虑 烦躁低落等消极情绪 那进了之后他们心里面也很担心 很紧张 晚上也睡不好 如果这种紧张和焦虑的时间 比较长可能就会产生 进而就可能会产生一些 心理健康的一些问题 它可能就会引起这个 一些部分的 出现一些忧郁的这种情绪 所以这个 我们这个 得知这个情况之后 也及时地进行一些心理的干预 主要给他通了电话 了解了一些他的这个情况 那个 进行了一些心理疏导 近期 我是各地灌制落实防控部署要求 持续优化防控措施 疫情防控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一些市民又产生新的焦虑心理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 去适应这个 未来的这个疫情的发展 那也会有一些未知的焦虑 甚至恐慌 那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担心 那我外出到市区里面 堂食啊活动啊 还是不是安全的 会不会更容易被感染 大家心里面都没底 是吧 那这些都会有出现一些焦虑恐慌的情绪 另外一部分人群就是我们医务人员 一线的工作人员 因为社会面宽松了之后 这个可能有对医疗 就发热的患者可能增加 所以我们这个压力也越来越大 第二部分人群就是这个青少年患者 他们这个心理心理的这个应激承受能力就就就比较差 有的时候这个情绪可能就容易变化比较大 专家建议 市民在逐渐接受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基础上 要选择关注权威信息 同时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加强个人防护 如果存在焦虑紧张等情绪 可转移注意力将重心放在生活和工作上 也可适当增加运动锻炼 释放多巴胺来放松神经 因为现在像一些疫情防控的措施 我们市里面都是有出台指引的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指引做 那第二个呢就是做好一些自我的防护 像戴口罩啊 勤洗手啊 这些都是非常有效的保护我们自己的一些方式 第三呢就是一些跟疫情有关的一些科普的知识 我们可以提前的去了解 像你突然发现自己阳性了 那怎么办 其实现在都有一些明确的指引 而第四个呢就是说 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 因为那个充足的睡眠 还有这个这种饮食的规律 还是能够让我们维持一个一个良好的这种免疫力的状态 那我们免疫力好了 那我们外出又做好这个自我防护 那种感染的几率也就下降了 还有呢就是维持一个正常的社交活动 包括说线上的线下的都可以 可以减轻这个焦虑的情绪 那当然还有一些市民朋友 那他经过自我调试之后呢 可能还是会有这种比较明显的紧张的情绪 那有需要的话呢 可以拨打我们的市民热线12345寻求帮助 那我们像我们医院呢 也已经准备了这个专业的心理危机干预团队 那么12345热线呢 也会把这些街道的个案呢 转接到我们的心理援助热线 打豪鱼丸是我是一张美食名片 被评为广东省食品文化遗产 其制作记忆被列入广东省和渗透市非保护项目名录 近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发布 市集地方标准地理标志产品 打豪鱼丸 有效规范打豪鱼丸 其其制作工艺 更好保护和传承这一地理标志产品 市集地方标准地理标志产品打豪鱼丸 规定了打豪鱼丸的术语和定义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 自然环境 要求 生产加工过程中的卫生要求等内容 根据标准 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 及豪江区内 以临近海域捕捞的仙洞蛇滋鱼 俗称纳戈鱼为主原料 淀粉 食盐 鸭蛋清 水等微辅料 经采肉 摔拍 或雷溃 成型浸泡 煮制 冷却 速冻或不速冻等工艺制成的鱼丸 即为打豪鱼丸 目前 豪江区有鱼丸生产加工企业40多家 经营单位200多家 多家单位获得广东老四号 广东岭南特色食品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称号 50多个产品被评为 中华名小吃 广东名小吃 汕头名小吃 2018年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批准对达豪鱼丸 实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此次 我是制定达豪鱼丸地方标准 将进一步推动 达豪鱼丸产业加快转型升级 电动车作为常见的代步工具给人们带来了方便 但如果在使用停放充电过程中操作不当不规范 则会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 据消防部门统计 在住宅火灾中电动车引发的火灾事故占比不断增加 为消除安全隐患 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今年8月份 津平区京东街道率先在京端园启动停车场所 专项整治行动 京端园建成至今已有约30年 原规划的停车场所 多数设在居民楼下的夹层中 消防设施老旧 火灾隐患较为突出 停车场的大部分设置的是在地下的一个夹层 上面的就是居民日常通行的楼大 所以一旦发生火灾 是比较危险的 所以我们街道就把开展京端园这个停车 电动车违规停放跟充电的这个专项行动 作为推进电动车停放场所 消防安全规放建设的一个突破点 今年8月 京东街道在京端园率先启动停车场所专项整治行动 在前期动员部署全面摸查的基础上 近日 市区两级消防救援部门到京端园 实地督导调研 推进整治工作开展 经营区消防部门还结合精端园的实际情况 指导街道和社区从人房物房计房等方面 提高停车场的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停车场它要保证有两个安全出口 同时呢我们知道他们设置和配备了这个消防软关卷盘 还有这个简易喷零 还有应急灯 灭火器 疏散指示标志和独立式的烟杆报警器 同时呢也是设置相关的这个监控视频 一旦发生火灾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提前预警 目前 京端园20多处停车场 已完成消防安全硬件设施整治及配套工作 有效消除电动车带来的消防安全隐患 消防部门表示 将结合精端源电动车停放充电专项治理 把试点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 推广到精平区各街道社区 近日 有群众反映 潮南区龙田镇一沟渠 水面有水生植物及垃圾漂浮物 影响水体及周边环境 接着在现场看到 这段位于龙田镇和景都镇交界的沟渠 长约300米 其中一段宽约5米的水面 几乎被水生植物覆盖 沟渠水面漂浮者 饮料瓶泡沫箱等生活垃圾 对此 当地群众希望有关部门 及时清洁水面杂物 保持环境整洁 各位观众 今天的渗透新闻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和视频号 明晚同一时间 再见